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我们来显明上帝你的心意 圣灵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 今天让我们每个人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的心要被点燃 我们的心要火热起来 我们要再一次地来把自己献上为主而活 所以我们向你来感恩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好 我先讲一个故事 叫田野里的青蛙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听过这个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这个故事听过 好 这个故事这样 田野当中有百兽 各种各样的动物 地上爬的 天上飞的 海里游的 大家在这个田野当中各行其事 然后天上有一只老鹰飞过 田野里有一只青蛙在呱呱地叫 然后呢 它看到天上的老鹰飞过 哇 这个翅膀不动 它可以飞这么高啊 然后这个青蛙看看自己的肚子 哎哟 这个想飞上去有点困难 然后这个青蛙呢 简直就是个天才青蛙 它就想了一个办法 它也很想飞上高空 它就对这个 想了几天几夜想出来 它就对这个老鹰说 它说老鹰啊老鹰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我实在是很想像你一样 飞上高空 这是我唯一的梦想 一生当中 虽然我长这个样子 但是我还是有梦想的 那你可以帮我这个忙吗 然后老鹰说怎么帮呢 他说这样吧 你呢不是有两个爪子吗 你呢就这个两个爪子 抓一根树枝 抓在你的爪子上 然后呢 我用我的嘴巴咬住这根树枝 然后你就飞起来 我不是就跟你一起飞起来了吗 然后这个老鹰想了想 好吧 反正也不费事嘛 两个爪子抓一下而已 你就这么轻 可以啊 我们试试看 然后呢 他们就试了一下 然后老鹰就把他这个树枝抓起来 然后这个青蛙就用他的嘴巴 呱唧 就咬上 咬在这个树枝上 然后那个老鹰展翅上膛 哇 那个青蛙好享受啊 在这个天空中翱翔 以为自己会飞翔了 突然之间 田野当中的百兽 看到这只青蛙在天上翱翔 看到它的肚皮 然后就大家开始议论 大声地喊 哇 这只青蛙怎么这么厉害 它简直是天才青蛙啊 它居然能飞起来 这到底是谁给它想的这么棒的点子 那个青蛙 听到大家这个地上的百兽 哇 都在议论纷纷 觉得它好棒啊 居然会飞了 它一时兴奋 它张开嘴巴说 是我 好 你们清醒了 这个故事呢 是我在读书的神学院老师教的 我借用了一下这个故事 我觉得非常的棒 为什么我讲这个故事呢 跟我今天主题有关 你是想当青蛙 还是想当老鹰 老鹰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想当老鹰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这只青蛙呢 它不认识自己是谁 对不对 它也搞不清楚 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它以为它自己 只要抓这个树枝 就能飞起来了 可是没想到一兴奋 它绷尽掉下来 变成了我们新加坡最著名的田鸡粥 所以这个呢 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好 玩笑过去了 但是你想想这个故事 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的生活 可能就跟这只青蛙一样 过得是狐狸糊涂 我是想基督徒 我们千万可不敢过得狐狸糊涂 也不能过得得过且过 我们要真正知道我们是谁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 你信的这个神 有什么好的 你信的这个耶稣 都对你做了什么 对你给你的生命 带来什么样的益处 三分钟给你 现在你想一想 你能讲得清楚吗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一个人 他这样问你 别的宗教 或者是无信仰 无神论 给你三分钟 你能讲得清楚吗 讲不清楚 是吧 你还要想半天 想了十分钟都不知道该讲什么 来幸福小组 操练一下吧 让你学习怎么去 讲自己的生命的见证 好 再来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言行 举止你出去 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 你去跟人交往 你去买东西购物 你去旅行 你去做什么 别人能不能 在你的生命当中 看出来 你是与这个世界不同的 你不用讲你是基督徒 能不能 你的生命 你的言行 就是你的名片 你不用开口 讲告诉人是基督徒 反而现今很多的人 说他是十几年的基督徒 可是我上上下下 打量他一下 我怎么越看越不像呢 弟弟姐妹 我们要很清楚 自己是谁 这个世界 能不能 透过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言行举止 来看到我们里面 是有一个与世人不同的 主耶稣基督 你不用讲 好 我再扩大一点 今天我的主题了 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 我们有什么样的使命 每一个人 你在神的家中 上帝透过神的家 透过这样的一个 他在地上所设立的 这样一个教会 来完成他的使命 你在神的家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要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主题 神对教会的设计蓝图 神对教会的设计蓝图 会分两堂 接下来还有一堂 我会分享第二 Part 2 今天我分享Part 1 以前我是做设计的 也学过城市规划 当我们来做一个 无论是设计也好 室内设计也好 或者是城市规划 我们都需要先画一个蓝图 对不对 然后你要先在脑海当中设想 你要建造怎样的一个城市 然后你要思考 你要不断地 在画这个草图 所以这种草图 我以前画了很多很多 画了很多很多 在这个画的过程当中 你要不断地思考 不断地去 你要想象你所设计的 这个城市也好 建筑也好 是什么样子 然后把它画出来 之后才能交给 这个建筑工人 把他们按照这个蓝图 把它才能够建造出来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对上帝的国 他对教会设计的蓝图 都搞不清楚 那我们就在做什么 我们是按着自己的心意 在那边乱乱地做 没有做到神的心意当中 这就是当今很多的教会跟信徒 我们就是非常习惯地 去自以为我们觉得 这样就应该是神要的 我们就这样去做 可是最终我们发现 这根本不是神要的 你知道最可悲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当我们走到最后一天 在这个地上 我们要建筑耶稣的时候 突然发觉我这一生做的事情 都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 去做super之辣呀 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 会面对那种状况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你没有时间再回来了 所以为什么我要跟大家 来分享这两堂 来把上帝对教会 神本身对教会 他一个设计的蓝图是什么 来展现出来 让我们先来明白 上帝要的是什么 不是我们要建什么 当我们搞不清楚 上帝要的是什么 可能我们做的一切 都不是神所期待的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我在思考之前 我讲了一堂 教会 神的国度的原型 让我们回到初代教会 去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然后这个接下来两堂 其实是一个系列 一个接下去的 有一个 然后我们来先看一段经文 所以今天我会用以福所书 很多的经文都是从以福所书 这本书是非常棒的 以福所书的第三章 第九到第十节 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请 都明白 世代隐藏在创造万物的上帝里面的奥秘 目的是为了现在透过教会 让天上的执政者和掌权者 认识上帝丰富的智慧 好 神的心意是要让世人 这个世界的人都来明白 是隐藏在创造万物的上帝里面的奥秘 上帝的心意是要让这个世界的人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怎么样让他们认识神的奥秘呢 就是透过教会 所以教会就是神要使用的 透过我们来让这个世界认识到 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 是如此的奇妙 伟大 丰盛 教会的角色重不重要 弟兄姐妹 非常的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只青蛙 搞不清楚自己是谁 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所以我们很可能会变成田基洲 如果不想变成田基洲 让我们来看看上帝要什么 在一幅所书当中有七个面向 上帝对教会的七个面向的一个定义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今天会讲四个 前四个 下面接下来的那一堂 我才会讲五六七 因为太多内容 我没有办法全部涵盖 所以今天我只讲四个 前四个 第一个是天国议会 第二个是基督身体 第三个是上帝的杰作 第四个是神的家人 第五个是主的圣殿 第六个是基督心腹 第七个是神的军队 所以每一个面向 都是上帝对教会的一个定义 那我们可能 这是一直不断地晋升 我们可能认识其中的一个 两个三个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 还没有来到一个程度说 我们认识上帝对教会的 这七个完全的层面 七代表是完全 所以今天这两堂 我要帮助大家 来清清楚楚认识 上帝对教会的这个定义 以及我们真正在这地上 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才不会糊里糊涂地 过日子 好 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 上帝对教会的心意 我们先要来看 就像刚才那个蓝图 我们先要来看 上帝对教会的这个心意是什么 我们自己才能够在神的家中 就是他在地上的一个代表 找准我们的定位和角色 而且去明白 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完成的 使命是什么 所以弟兄姐妹 定位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无论是你在世界上 做任何的工作 或者是在神的国度当中 定位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我们先来看教会的本质 我就会进入到 一二三四讲的前四个层面 教会的本质是透过这七个面向 来帮助大家 更加全面地认识我们是谁 你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三个问题 看门大叔都会问你 你去任何一个building 一个有security card 他会问你说 你从哪里来 你是谁 你往哪里去 人生最重要的三个问题 看门大叔都会问你 这也是很多人活了一辈子都搞不清楚的问题 这三个最重要的 也是历史历代的哲学家 一直在研究的三个最主要的问题 你知道吗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往哪里去 好 把这三个搞清楚 先搞 我们今天来谈谈 我们到底是谁 第一个 上帝在以夫所书当中 对教会的定义 从原文来看 他就 天国议会 来跟我一起讲一下 天国议会 好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以夫所书第一章22节 他又使万物降伏在基督的脚下 使基督为教会做万物的元首 好 这里 基督为教会做万物的元首 教会 你去看原文 他这个 他有一个 一个code 一个number 他的意思是什么 去看他的希腊文 原文 教会就是一个天国议会 教会是一个天国议会 我知道你搞不清楚我在讲什么 没关系 你先忍耐一下 听下去 是一群人领受呼召去完成上帝特殊的使命 这个是教会 在原文当中最本质的意思 它叫天国议会 它是指一群人 我们是不是一群人 它不是动物 好 是一人 真正的人 也不是一半机器 一半人 好 也不是AI出来的 所以是真正的人 看到没有 一群人领受什么 呼召 是神来呼召 我们去干什么 不是在那边开party 我们是要去完成一个特殊的使命在地上 这个就是上帝对教会的定义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清楚 我们活在这个地上 你来这边做礼拜 不是这样子挨日子的 不是等到耶稣回来把你接上去 你是有一个使命要完成的 这个才是教会真正的含义 Ecclesia 它的这个字根 它代表的意思是司法或者政府的集会 它是一个法律用词 如果这里有搞律师的或律师行业的 你会比较明白 它是有一定的司法的含义在当中 这个是神给教会的一个起初的定义 所以教会是什么 它的特点 它的特点是 要作为神的治理的权柄 有没有记得我们祷告时候说什么 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要捆绑 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是谁给你的权柄 没有神给我们的权柄 我们就是白日做梦 我们就像那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只有神的权柄赋予给我们 我们才能够行使这样的权柄在地上 这就是祷告的权柄 这从哪里来 因为我们是教会 因为神对教会的定义 就是我们要在地上来执掌上帝的权柄 来行使出上帝的权柄 这是有一定的法律的层面的意义在里面的 所以教会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神的政权在地上的代表 上帝的掌权 God's reign over the earth through church 就是神through ecclesia 神借着教会 来在地上来行使 他要行使的权柄 他要使用每一个人 这是教会最根本的意思 神借着教会以能力和权柄 来掌管万国 并且实现他的目的 所以我们要记得 我们是与神来同工 最终我们大老板 是我们要来完成上帝的心意 透过我们Ecclesia 在地上来完成 使他的国降临在地上 这才是教会真正的身份 和我们被呼召真正的目的 我看到很多人的嘴巴都张大了 原来我今天才知道我是谁啊 原来我知道我活了三十年 才明白我到底干什么的 弟兄姐妹啊 我们一定要清楚上帝的心意 好 我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如果刚才这个有点复杂 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 刚才我说了 你不用讲你是基督徒 别人能看得出来你是不是 假设我们每个人 基督徒在你身上是一个名片 这个名片上写什么呢 这个名片上写的 你的名称叫做 天国代理人 好 跟你旁边讲一下 你是天国代理人 然后底下公司的地址 你知道写的什么 两个字 地球 地球 然后你要这个 公司大老板是谁 天父 好 公司大老板是天父 CEO就是耶稣 好 然后你要顺服CEO的指示 对不对 CEO给你任何的指令 任何的工作 你是不是得去完成呢 你看地上的CEO你肯定听 天上的你就不听 是不是要顺服CEO给你的指令 他让你做什么 你就得去做 而且你是有一个使命在身 你的 job description 你的工作的描述 你要做什么呢 就是 让神的国降临到你所到之处 丁姐妹明白了吗 这个就是基督徒 你应该佩戴的一个名片 这是神的心意 要记得 然后 不光是你啊 你还有一个hotline 随时跟着你 你知道这个hotline是什么 永远不断线 随时连上这个WiFi 你就知道下一个客户在哪里 你就知道下一个客户在哪里 而且你要拨打那个代号 那个代号两个字 HS The Holy Spirit 圣灵 你随时拨打这个热线 它会告诉你 下一个客户在哪里 它会告诉你 下一个地方往哪里去 丁姐妹明白了吗 如果我们是这张名片 你让人家看到的是什么 好好的去思考 每天出门的时候 记得打一个电话 跟你的热线电话通一通 嘟嘟嘟 圣灵啊 请问你在吗 我在啦 我又没睡觉 今天我要做什么 好 才能让我的大老板开心 你要天天这样祷告 我今天要做什么 可以让我的大老板开心 天上的大老板呢 你不只是让你的地上 大老板开心 你更重要的是 要让天上的大老板开心 丁姐妹明白吗 这是我们神赋予我们一个 非常荣耀的位分 在这地上 我们有没有活出来 还是你每天 就是乱乱地去过日子 好 神对教会的这个蓝图是什么 对于个体来言 我每一个都会讲两个层面 第一 对我们个人 个体 就是说 我们要来尊重 如果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次序 我们要学会在神的国度当中 去明白认识 并且尊重这个次序 在上帝的家中也是一样的 是有次序的 不是混乱的 我们是让圣灵自由的工作 但神绝不会给我们带来混乱 上帝运行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 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自由 但也不是给人带下这种 混乱的状况 那如果对于一个群体 如果是一个教会的群体而言 代表什么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要来认识在天国议会 就是在教会 在Ecclesia的当中 每一个人的职份是什么 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什么 而且个人要按着上帝 给我们的恩赐 去各司其职 神把我们放在一起 我们每个人的恩赐 是很不同的 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会来 认识自己 也要辨证出 在我们这个家中 每个人的恩赐是什么 好 我们以前 这个Petro有时候 会以前都有做一个 优势识别 叫Strength Fund Strength Fund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工具 帮助我们每个人来认识自己 也认识团队里的每一个人 做过的请去说 Strength Fund 有一些 对 还不是所有的 如果没有做过的话 鼓励你们去做一下 我也做过 它非常地准确地帮助你来 认识自己 客观地认识自己 让你知道自己的强项 跟弱点在哪里 你最主要的有五个 Top 5 最重要的强项在哪里 那我们就需要 认识我们自己的强项 然后在你 神已经赐给你的这样一个优势的上面 继续地发展 你做任何的事情 就会很有果效 所以 大家要明白 才干是我们天生的 才干就是神 本来就给我们 有些人很会煮 你不用教他 随便弄一弄 他这个很好吃的饭就出来了 这个我是绝对学不会的 但有些人很会煮 有些人对数字很敏感 天生就是做会计的料 或者是高股票的 你不要让我去看数字的东西 一看我头就大 所以我从来没有指望自己会变成一个什么 什么这个数学的这方面的 有些人音乐很厉害 有些人艺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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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体育 所以你看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一些才感 神不会造一个废物出来 你说牧师啊 我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没有 那你其实在告诉我说 上帝造了一个废物出来 是不是 神会不会造一个废物出来 绝对不会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没有用处的话 你没有任何的长处 就表示说你相信上帝造了一个废物出来 绝对不可能任何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是说 没有上帝不给你 所谓天生就有的一些才感 只是你不知道 没有发现而已 我们要学会去发现 神已经给我们的 那好 恩赐是什么 恩赐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 按照上帝的心意所赐给每个人不同的 有些人比方说他发预言 有些人可以讲道 有些人很会关怀 有些人很会鼓励人 有些人很会 哇 他真是有同理心啊 别人谁家的事 他听了都会哭 很有这种同理心 你知道这些其实都是一种 上帝按着圣灵 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 在教会当中 神说了 每一个教会 上帝把他的恩赐都会赐给我们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合在一起 才能够怎样彼此配搭 但你要学会认出你自己的恩赐在哪里 也认出别人的恩赐在哪里 我们才能够合在一起 是不是 我举一个很好笑的例子 一个比较极端一点 上周在国内 然后见了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是国内国家级的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 然后我就跟他很久没有见了 就很开心吃饭 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就听他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说这个简直是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 就是让我思考 人对自己有一个客观清楚的认知 多么的重要啊 如果不是的话将会是场灾难 事情是怎样呢 他就跟我讲 因为他非常的退休了 他就是唱京剧唱了一辈子 然后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戏迷啊 他们对京剧非常的迷 有一个人呢 这个老兄也退休了 他就是这个已经痴迷啊 戏迷到一个地步 他从别的城市 要追到我这个朋友所在的地方 要来拜师学艺 然后他退休了 然后他呢 简直就是痴迷到一个地步 他家里就摆了所有的这个 经典曲目的那个 所有的角色的这个戏服 全部摆在家里 然后我的朋友一看 哎呦 这个人这么的这个钻研 就想着 哎呀 那你这个 你这样这么有心的 那你就唱一段 我听听看吧 因为我这个朋友 他已经是阅人无数了 跟拜师要来学的 大大小小 老老实实的见了很多了 一听就听得出来 到底你是不是真正能够学得下去 然后那个人一开口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这个朋友差点晕倒了 差点晕倒一点不夸张 他说 简直 这根本就是 我不会不想冒犯任何人 但事实就是 他确实是五音不全 完全跑掉 而且还浑然不知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这个人痴迷到一个程度 而且他铁定了心 就是要拜师学艺 而且他要学的那一段 还是霸王别姬呀 最难的那一段 那是煤派当中 就是没有几年的 这个功夫的这些票 有的不敢挑战的 他 凭着自己一腔的热血 他要挑战最难的 他铁了心的 要跟我这个朋友拜师学 他说 我无论花多少钱 你随便要 我都付得起 没问题 你只要教我 然后我朋友说 这不是钱的问题呀 我实在教不下去呀 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忍不住地要笑 你知道吗 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怎么会有这种人 就是你看 我们要搞清楚 你喜欢一件事情 跟你能干一件事情 这是两码事 你喜欢你可以去 做业余或什么 可是如果到一个地步 对自己的一个 客观的一个条件 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 一个认知 那其实挺可怕的 就像这个人 然后他就是 完全不知道这个 如果在想 如果他把这股钻研的 这种 这种劲头 用在别的 他擅长的事情上 他可能早就已经 你知道吗 就很有果效了 可是他偏偏就用在 这个他完全没有任何 根基的一个 我的朋友说 听他唱两句 我就知道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根基 我就算教他 教个四年五年 他也没有办法 真正地改变 所以听姐妹 我们要了解 我们自己是谁 好 客观地认识 自己多重要 如果你说我不清楚 我自己擅长做什么 很简单 你问一下你的老公 问一下你的老婆 问一下最亲近你的人 问一下你的朋友 就知道了呀 你搞不清楚 人都有自己的盲点 就问你周围 经常跟你接触的人 让他们来分享 来说出他们眼中的 你是怎样的 这不是很客观吗 好 所以接下来小家 可以每个人互相地 我们学习帮助 认出彼此的恩赐 好不好 要在爱心中 说诚实话 不然我们可能 就会越来越多 这种痴迷的 这个金句迷 可是要了命了呀 好 那个秘诀是什么 在任何的事情上 如果我们要成功 就是 我们本身 都有自己的才感 好 每个人都有一方面 是你特别强的 你要找到那个是什么 再加上上帝 给我们的恩赐 就是圣灵 在你的身上 empowerment 你这两个合在一起 将会发出极大的果效 事半功倍 事半功倍 这个我很感恩的是 上帝让我 从很早的时候 我就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其实 你看我在这边 这样这样分享 跟大家 每周这样的分享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 虽然讲很多的废话 而且我在上学之前 我就已经到处去串门子了 PR 没家到处去跑 我们住的那个社区里面 我的父母都不认识 我全部都跑一遍 这些哪里来的 天生的 没有人教我 然后我乐在其中 每天我哥哥要负责 去不同的家 把我给找回来 因为我每一天去探访的都不一样 你说这从哪里来的 我上学之前就这样 我也不知道 上帝会使用 这已经在我里面的 我不用去学的 他就使用我的这一块 然后现在我所做的事情 你说是不是很需要啊 如果我整天是宅女 宅在家里不出门的 那是不是整天 上帝把我给贴出去才可以啊 听姐妹 你要了解 上帝给你的那块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份 好 圣经里面讲到 我们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那个产业 你的产业是什么 在你的产业当中 你会兴盛 当你坐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 你的生命会兴盛 你会很喜乐 我现在常常会觉得 很感恩 好喜乐 因为我走在神 给我的命定跟心意当中 我根本不觉得累啊 弟兄姐妹 好好地去 就好像那个足球教练 你知道一个足球赛 足球教练的角色很重要 一个好的足球教练 他会按照每一个球员的 这个优势 他的特点 来量身定制 比方说谁打前锋 谁打中锋 谁打后卫 谁去守门 他会按照不同球员的特色 他的身体条件 来量身定制 有没有一些 非常那个明星球员啊 哇 几百万签约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那种特质 他们就使用神 神所以已经给他的 那个特质 把他放在对的位置上 就会发出极大的果效 不是说别人可以 不可以 如果假设 你错位 全部错位 一个怎么射都射不准的人 你非得去让他去守门 你知道 让他去最后 去踢球门的那最后一脚 你就练个十年 他怎么也射不进去 对不对 我们要学会 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上 这个我就不用多讲了 所以很多时候 好的教练员 他会让球员 他们会常常自己评论自己 就是你自己对自己 有没有一个客观的认知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啊 我们要常常来到 神的话语面前照照镜子 好 很多人 你来教会一看 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他今天早上 有没有照镜子 对不对 有些人进来说 你看哎哟 十几年不照镜子了 那种状况 如果我们说 看读神的话语 好像是镜子一面 好像是看镜子一样 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语 就是你每一天在更新 你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你看呈现出来的是 一个健康的样貌 如果我们十几年 都不读神的话语 我们里面完全没有更新改变 一见他 哎哟 这一看 至少十多年没照镜子了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要常常 回到神的面前来 让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心 以至于我们 那个镜子就像什么 照妖镜啊 第二个 基督的身体 第二个 神对教会的这个定义 是基督的身体 他是用身体来比喻 就是人的这个身体 怎么说呢 这个特点就是 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教会 在地上 我们是上帝旨意的一个代理人 所以作为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要来执行基督的旨意 不是我们自己的旨意 好 如果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就代表说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对不对 我们在地上是要来代表基督的心意 在一福所书 第一章二十三节 这里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蕴含着无所不在 充满万物者的丰盛 看到没有 神把他一切的丰盛 已经放在了他的身体里面 就是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看不到 那神的百姓呢 神的百姓就是基督的身体 你看我们是 走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有一个身体 我们靠这个身体来与这个世界沟通 我们来接触这个世界 来完成需要做的事情 同样的 基督也要借着我们是他的身体 来接触这个世界 来完成他对全地的救赎计划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走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不是一个有形的身体呀 还是你突然间感觉有人进来 可是看不到他的躯体 那什么情况 想象一下 不可能的嘛 一定是这个正常的人 有一个有形的 有体的出来 同样的 基督也要使用他的身体 就是他的教会 来在地上完成 他要完成的旨意 好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这里讲到说 人啊 我们随从自己堕落的思想 无故自高自大 没有与身体的头 就是基督耶稣连接在一起 其实全身靠各节和经络维系 全身都要维系 从基督得到供应 也就是从我们的头 耶稣基督得着供应 从耶稣基督得到供应 按上帝的旨意 渐渐成长 好 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都是一个肢体 每一个部位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部位 肢体的不同的部位 有眼睛 有手 有脚 然后耳朵 鼻子 都不一样 每个肢体功用不同 但是我们都需要与谁连接 都需要与头连接 对不对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个人 他的头脑给出指示 他的大脑给出指示 让全身怎么怎么样动 可是嘴巴 手 脚 全部都不配合 全部都不动 那个叫什么 瘫痪 那个叫瘫痪 因为大脑给出的指令 全身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动 那个叫瘫痪 同样的道理 在教会当中 神用这个身体来做比喻 是非常形象的 如果我们的头给我们指示 也就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教会 他要行使的一个指令 可是没有一个人听 那代表什么 这个教会就是瘫痪 瘫痪 你看我做一个比方就明白 大脑给出指令 好 手往前 右手往前 左脚向前 迈步 走 走 走 所以是不是我手脚都并用啊 要跟着这个大脑的指令 好 如果瘫痪的 就是这个 如果各个肢体都不配合 都跟大脑对着干 那叫什么 就是大脑说 右手向前 左脚向前 左脚向后 看到没有 如果我们每一个肢体 做的都不跟头的指令走 那个就变成怪物 明白了吗 那个就变成怪物了 地上我们现在的教会 很多都是这种怪物的形状 明白吗 它不是一个健康行走的样式啊 因为每个肢体都干自己想干的 想怎么来怎么来 变成草群舞了 不是上帝要我们所行的那个样式 对听姐妹 这个身体 我一直在思考 我想到 哎呀 真的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那我们这个形状是什么形状啊 我们有没有去按照大脑 头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指示 去做我们该做的 听姐妹 很有意思 是不是 这个比喻 让我们看到说 上帝给我们的蓝图 作为个体 如果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要学会怎样 作为个体 我们要欣赏彼此的差异 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要学会欣赏 哎 这个人怎么跟我这么不同啊 你不是批评论断 你是学会欣赏他跟你不同 你从他身上可以学习到 作为一个群体 我们要学会怎样 一个群体当中 我们要学会 我们要承认 我们真的是需要彼此 我们是有这个互相依赖的 这样的一个 在这个上帝的家中 我们是需要彼此的 我们不是独行侠 作为群体当中 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 我们每一个肢体 必须要互相配合 都来听头的指令 头就是耶稣基督 好 现在明白了吧 这个以赴索书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从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讲四个层面 很多人就说 那在这个上帝的家中 我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呢 我觉得罗马书的保罗的祷告 已经给了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步骤了 一二三四四个步骤 这四个步骤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献上你的身体 罗马书的十二章 第一节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 要把身体献上 怎样 做圣洁蒙神悦纳的活祭 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 要做活祭 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 也就是属灵的敬拜 弟姐妹 你的敬拜不是来到这里才开始的 你的敬拜是你每一天的生命 你的敬拜是你每一天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愿意把自己 完全地献给神 那个叫做敬拜 你不需要唱一句 你的心可以献给他 这个就是敬拜 弟姐妹 你能不能把你的身体 完全地 包括全人全心地 献给神 这个叫做属灵的敬拜 敬拜不是我们来到这里 唱几首歌 这个叫敬拜 敬拜是你从心里发出 把你自己的生命献给他 这个才叫真正的敬拜 好 在旧月当中 我们知道那个祭物 要献上在祭坛上 是要把它完全地杀掉的 那今天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好好地去思考 献上活祭成为一个属灵的敬拜 这什么意思呢 更深一层地去思考 也就是说 谁拥有你的身体 谁拥有你的生命 所属权 你的生命的所属权 是属于谁的 那个根源就是 你的身体是属于谁的 如果你的身体是属于你 那就不属于主耶稣 是不是 因为只有一个主 如果是主来拥有你的话 如果是主来拥有你的身体 那就不属于你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你是否曾经把自己的身体 献上给主 而且是全人全心 不是半人半心 也不是三心二意 也不是脚踏两只船 什么叫做属灵的敬拜 是你把你的全人全心 都要献给他 这个才叫真正的敬拜 敬拜的意思就是舍己 就是把自己完全地放下 属于神 你的身体 你的生命是属于他的 这个第一阶段是 讲到我们生命的 所属权的问题 你是继续地活着 你自己掌管 你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还是你活出一个生命的样式 你承认他是你的主 他才是你生命的主权 你的全人全心要献给他 这个才叫真正的敬拜 丁姐妹 第二个 当我们经历的第一个阶段 是生命所属权 你要搞清楚 好像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属于谁的 他有个屋主 A还是B 很清楚的 对不对 你的生命属于谁的 你自己做决定 属于你自己 还是属于耶稣 你自己做决定 来 刚我们讲了这个第一个阶段以后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叫做心意更新 罗老师12章第二节继续看 这里说 你们不可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 上帝讲得很清楚 不要去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 这个世界追什么的 这个世界 以什么为popular 或者是在追捧的是什么 一样的价值观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 真的是越来越黑暗 价值观越来越扭曲 神早就告诉我们 不要追求这个世界 不要跟随这个世界 要怎样 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 你的思想要不断地更新而改变 上帝的话语要不断地进来 要来炼经你 这样你才能明辨上帝的心意啊 也就是说 当我们第一个阶段是把自己身体要献上给神 你要全人全心地来献上给他的时候 在基督 第二阶段我们就会马上发生 就会怎样呢 你的想法会和以前不同 当你把自己全然献给他的时候 你的想法就不再跟随这个世界了 就会跟之前不一样 为何耶稣说你们要重生 为何耶稣说你们要重生 因为没有重生的天然人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没有例外 我们的天然人总是在想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做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益处 对我家人有什么好处 是不是啊 很多基督徒还是一样这样想 这代表什么 没有重生 如果他真正的重生 他思想里不会是这样想的 他不会再想这对我有什么益处 他会想的是 主啊 你要我做什么 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生之后的生命 会思考的问题 好 除非我们整个人的思想 意念不断地改变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找到上帝的旨意 根本没有办法 很多人在问我 牧师怎么去明白上帝的心意 怎么去明白上帝的旨意 这个已经告诉我们了 如果我们没有先心意更新而变化 没有把我们的人 全人全心献给神 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是永远不可能明白天父的旨意的 永远不可能 因为神的话也告诉我们 属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敌的 如果我们活在继续以肉体为主导的生命当中 你永远是与神为敌 神的话也讲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我不用再解释了 第三个阶段 当我们经历第一个阶段是把我们全人全心 身体献上给神 成为一个属灵的献祭 属灵的一个敬拜 接下来第二个阶段是我们心思一念要开始改变 第三个阶段就是什么呢 就是开始发现上帝的旨意了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 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 这样就能明辨上帝的旨意 知道什么是善良纯全蒙悦纳的 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纯全蒙神悦纳的 只有当你心思一念改变之后 你才能开始慢慢明白 你才能开始发现 你才能开始意识到 哦 原来上帝的旨意是这样的 明白了吗 弟兄姐妹 是从我们自己的更新变化开始的 不是上帝不起事给我们 是我们自己还没有改变 好 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 就是说 心意更新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神的旨意了 你也开始在你的生活中 开始慢慢豁出祂的旨意 它是一个过程来的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心意先来 更新而变化 你很难去摸着祂的旨意 你也很难去进入祂的旨意当中 这真的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还有每个人都需要去经历的 很多的信徒在生活当中摸索跌撞 啊 撞来撞去的 我看到好多好多这个 真的是没有方向 乱乱来的 随便怎么过都行 所以他们的一生 我看到好可惜 从来没有真正找到上帝 对他们生命的命定 从来没有 因为什么 他们可能心意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心意没有改变过 那你看到他的生命 就是几十年在那边原地打转 原地打转 好可惜 我们千万不要活成那样的样式 脱离一意孤行 第四个阶段 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督里面 彼此联合是一个身体 我们每一个人基督的身体 神告诉我们合在一起 我们所有的肢体是一个身体 虽然我们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 但是我们合在一起 是属于同属一个头 耶稣基督 同属一个头 那 罗马书十二章 十二章 这个第四到第五节 就说 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 各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 神把我们这么多人放在一起 每个人的恩赐功用都不同 照样 我们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 也是互相做肢体 互相做肢体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我讲一个简单的见证 我母亲在2020年过世 那个正好是八月份 然后我们九月份就开跑幸福小组 然后我要带领整个教会 跑幸福小组 我的妈妈刚刚过世 所以大概一周到两周之后 我就要带领大家开跑幸福小组 我心里很挣扎 我在跟神祷告 我说主啊 能不能换人呢 这也给我一点这个时间 让我可以过渡吧 我给自己大概半年的时间 从这个伤痛当中可以走出来 这是我预期当中 可能大概需要这个时间 我说主啊 我真的没办法带幸福小组 你让我带着这样的一个伤痛 去带领幸福小组 我笑不出来 我真的笑不出来 我就跟神祷告 但是上帝给我有一个感动 就是他也没说什么 但是我里面有个感动 就是你继续做 不要停 继续做 我说好 那主我就顺服你的心意 无论怎样我继续做 所以两周之后 我妈妈刚过世 两周之后 我继续带领大家 开幸福小组 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着弟兄姐妹的 这样的一个团体 他们都很体谅我 我不用讲什么 他们主动地就做了 其实我没有做什么 但是我还是继续参与在其中 那我发觉 当我这个幸福小组跑完 当时我们跑六周 还是八周我也忘了 跑完之后 我突然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什么时候发生我不知道 我里面那种 母亲过世的伤痛没了 突然间就没了 什么时候神医治我的 不知道 就是在我跟大家一起 开幸福小组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我们的童工里面 有一位姐妹 她看到我 就是在我们每一周跑 Beth进来 没有人知道 他们也没有讲 我也不让大家告诉Beth 没有人知道我的母亲 在两周前刚刚过世 因为他们看到我的喜乐是真实的 我自己都不晓得 我怎么可能喜乐得出来 但神就在那个时候 祂的恩典临到我 用祂的这样的一个恩典 用祂的这个喜乐 医治了我里面的伤痛 然后跟我一起同工的一个姐妹 她就说 看着我 她就觉得不可思议 她说我的母亲过世之后 我四年都走不出来 四年都走不出来 从那个伤痛当中 可是她说 你两个月不到 这是怎么可能 她无法相信 她觉得这是神迹 只是她告诉我 才提醒了我 否则我自己都不觉得 我自己都忘记这件事情了 弟兄姐妹 上帝是很奇妙的 把我们放在这个团契 这个肢体里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从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 我说我们真的是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 我也有非常软弱的时候 我也有非常不想干的时候 可是因着这样的 弟兄姐妹的爱 因着神让我在这其中 所感受到的 完全地医治了我 弟兄姐妹 这是上帝的作为 所以我一定要见证给大家 无论你经历怎样的伤痛 你可能经历一个 很困难的一个环境 不要因为这个 去放下 上帝让你去做的事情 因为你不知道 当你去顺服神 去做 他要你去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那个问题 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什么时候被他解决 解决你那个问题 你都不知道 这就是我经历到的 上帝很奇妙的一个医治 太多太多见证了 我很多见证 没有太多时间讲 以后再说吧 好 上帝的杰作 我们都是上帝的杰作 神看我们是上帝的杰作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 它的特点就是说 上帝要用教会 来向全地彰显出 上帝的创意和才智 你知道我们的上帝 是最有创意的 非常有能力 大有能力 很有创意 那教会呢 其实就是神的智慧 多方展现的一个写照 它代表了上帝 创造智慧的巅峰 上帝创造智慧的巅峰 就是教会 就是你我每一个人 这里我们看 一副所书第二章十节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 讲得很清楚 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 为要完成上帝 预先安排 给我们的美好工作 所以我们是上帝的杰作 你去看这个原文 杰作是什么意思呢 很有意思 他的希腊文叫 Poema 拉丁文是Poema 英文就是Poem 懂英文的就知道 它是诗歌的意思 所以他的原文 上帝把我们看成 他的诗歌 他的创造 这是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 上帝看我们每个人 是他精心创作出来的艺术品 看来你们都不信 看着自己看在身边 你艺术品 算了吧 你看了 我们的心意 真的是没法更新改变 多么的困难呀 神的话语讲得这么清楚 居然没人回应啊 你是上帝所创造的艺术品 哎呀 活过来了 感谢主啊 不然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 你看啊 我用了这个图片 神 他的心意 对教会的蓝图 对于个体 对于我们个人来讲 他要求我们的是什么 相符 柔软 相符 柔软 有没有做过那个淘气 你看淘酱在做淘气的时候 很喜欢做这个 看他做那个淘气的过程 那个淘土在这个淘酱的手里 它要变得很软很软很软 才能够淘酱做出来 他所要的样式 你可以想象 如果那个淘土是很硬的 到处是棱角 怎么转也转不动 哇 那个淘酱最后算了 给它啪打碎了 扔去 没用 我们就是神手中的淘气 你越柔软 你越降服 做出来的那个样式越美 丁姐妹 作为一个群体代表什么 我们在一起 要有一种融合力 要一种合一 当我们每个人 与神来对齐的时候 当我们每个人 领受到上帝的心意的时候 与他来对齐 与彼此相爱 我们融合在一起 是一个非常美的 很有吸引力的地方 任何人来到这里 都不想走 有谁期待 我们这边成为 一个属灵的神的家 好像有这么强的融合力 任何人来到这里 都不想走的请举手 阿们 举手的你们都有份 还有一些人不确定 OK 没关系 未来你会感受到的 所以你看那些舞蹈演员 还有体操运动员 他们要训练的时候 那个柔软度是相当重要的 有一个属灵的原则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当你越容易 让神来雕琢你的时候 你的生命需要被神来雕琢 就越能够呈现出 你原本应当拥有的 神所造的那个形象 那个是最美的 哈利路亚 这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 他是我们的 我们是他手中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品 他是精心塑造的 最后神的家人 上帝看我们是他的家人 这个家的意思呢 就是神的家取决于我们跟天父的关系 这个很重要 我要讲一下 在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第三章十四节 我在父面前屈膝 保罗的祷告说 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 都是由他命名的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 然后你去读原文 这里我在父面前 父他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Pater 3962 天上地下整个的家 他的这个原文是Petria 这两个词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父天父跟家 这两个词的词根是一样的 这代表什么呢 然后底下说 天上地下整个的家 所有的家 都是从父神得来的名字 也就是说 天父是我们所有人的生命源头 天父是我们地上所有家族 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源头啊 这就是天父 家是从父亲建立的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家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成为一个家 我们一定要跟父神建立关系 这就是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 好 这个父神的概念 很重要的 最具决定性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的天父 是我们每一个人 共有的生命源头 我们都要来跟他来连接 我们都要来跟这个生命的源头 连在一起 好 上帝为什么他会 启示给我们说他是父亲 我们都知道 阿爸父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为什么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启示他的儿女 两个层面 两个相度 第一个 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纵向的 就是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 是纵向的 个人的 再来就是横向的 横向的就是 我们与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是纵向 一个是横向 这就是上帝启示出来的 在神的家中 我们一定要有两个方向 很多基督徒说 没关系 我反正我只要 在家里自己敬拜神 天知地知 神知我知就够了 没有任何人知道 我说天哪 你干什么我都不知道啊 真的有一些基督徒 是这样的心态 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一定要活在 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 没有一个人是独行侠 我们这里 没有一个人是独行侠 好不好 来到这里的 你就进入到 上帝的大家庭当中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活在 一个纵向跟神 一个横向的关系里面 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 好 那上帝他 对他对这个教会的蓝图 从个体而言来讲的话 我们纵向跟神来对齐 我们就要来顺服 天父的诫命 对不对 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我们是不是得听他的 他在神的话语当中 教导我们的一切 我们是不是要遵行 他的诫命 他的诫命 那如果是横向的话 怎样呢 我们要学会彼此相爱 好 看看你旁边的 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 虽然你现在看起来 还没那么可爱 但是我会努力地去爱你 所以小家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好 每一次我们聚会完之后 小家都会一起去吃饭 我知道很多不同的小家 那个福框里面 已经变成我们自己的 这个小家聚会地点了 感谢主啊 没人收我们的费用嘛 是不是 免费的经济又实惠 多好 希伯来书教导我们 个人都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个人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所以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且追求圣洁 好 所以我们要学会的就是 与彼此来 学会欣赏彼此的不同 学会欣赏彼此的差异 不是看着这个人 怎么看不顺眼 你为什么不按我的来 你为什么这个 讲的话 是想做的事情的方式 跟我这么不一样 好 那你看看你自己跟老公就知道了 三十年都不一样 你想改变他 他想改变你 永远打一辈子 也改变不了对方 是不是 我们要学会 欣赏彼此的不同 学会接纳彼此的不同 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里 就是要学会彼此接纳 然后一起成长 一起慢慢长成 耶稣基督的仰视 好 然后我们一起来跟随 投给我们的指令 我们要跟着走 是不是 不然我们就变成 贪婚的教会了 上帝 借着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我们要跟着头往前走 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 能够活出一个 鲜活生命力的 一个健康的教会 在地上发挥影响力的教会 必须跟着头往前走 不是自己按自己的心意 我想这么来 我想那么来 出来是一个怪物 我们一起要来寻求 上帝的心意 最后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最终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认知 Akklesia 作为天国议会 作为基督的身体 作为神的家 上帝对教会的蓝图 我讲了很多的 这个不同的面向 未来我还会讲不同的 最终我们的目的是 要看到什么 愿神的国降临 愿神的国降临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我们不要再有这样的迷思 活在地上的信徒 我们好像有一天 上了天堂 在天上 跟天使一起 漂浮着千千万万年 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 很多信徒 有这样的一个迷思 好像你看动画 还太多了 圣经根本不是这么讲的 圣经所讲的 神的国是要来到地上的 最终我们是要与主 一起在地上 进入到永恒当中 不是在天上漂浮着 丁姐妹 我们要清楚认识到 神的话语怎么说 我们要来相信 上帝的话语 我们是要在地上与主 一起在永恒当中 要来进入到 这个新天新地的 不是上到天上 在那边漂浮着 什么是翘腿不做事的 所以你在地上 如何地预备自己 将决定 未来你在永恒当中 怎么样地能够 与主来同工 你在地上的每一天 都会影响到你的未来 丁姐妹 你要好好去思考这件事情 那最后 我们说这个世界和世上的私欲 都会过去 但只有遵行神旨意的 会存到永远 有谁想要活这个生命 是能够你所在地上 所做的一切 能够存到永远的 请你举手 遵行神的旨意 遵行神的旨意 最终上帝所期待的 教会的样式 真正的样式 我们这些脸上 不再蒙着帕子的人 上帝已经把这个帕子挪去了 我们要像镜子一样 反映出主的荣光 渐渐地变成主的样式 并且荣上加荣 敬拜团 我们预备一下 上帝的心意 最终是要让我们 能够反映出 教会真正的样式 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 我们一起站立 上帝的心意是要 在这地上来 兴起祂的Ecclesia 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 知道自己在这地上 是有使命要完成的 上帝要来带领教会Ecclesia 能够渐渐地成长成熟 成为教会真正的样式 是上帝的蓝图当中 祂所设计的目的是要 在地上透过Ecclesia 建立祂的国度 我们用这首诗歌 一起来回应神 我相信今天 你所听到的信息 我希望它不是停留在 你的头脑当中 让我们来把我们的生命献上 让我们把自己的全人 全心献上 成为那属灵的敬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